哈啰 大家好 我是张老师 我们今天看这个命盘 他是一位男施主 男命 所以他妈妈把这个命盘拿来给我看一下 一般是这样子啦 在医学上有一种叫做 预防医学 就是让你做一种预防的工作 一种叫做治疗医学 当你人不输的时候就要加以治疗 那这个小孩子还没有结婚 这位男生主还没有结婚 你看 我跟他妈妈讲了一句话 如果你的男朋友 或是你的男人 或是你认识的男生是这种命盘 你要注意喔 这个合字不太好 有一点共享 这是类似共享经济的概念 那现在问题来了 感情这种事就很自私 非常自私的事 这个不能共享 所以你看台湾有一句古宴 有没有 甘红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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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作中文就是说 我宁可 去卖青菜 卖葱 我不想跟人家共享我的老公 那因为有的男生他的命盘当中 就是合调 所以你要注意看 我的男人 还是我们的男人 你要克制 这个男生天生有 让女生不可抗拒的 两大命脉 第一个人帅 第二个超有钱 第三个超敢花钱 我没有办法 这个听到这种命盘 哪个女生未婚的 年轻的漂亮的碰上的 你就把它当作休息吧 没办法 注意看 你看 植物毛有四只桃花枝 然后都有桃花结 你看财这么多 有正财偏财 又生强 生强 生强的男生不会跟你偷来恨去 为什么在法子上一直强调 生强生弱 这个是这样子啦 当然每个派别不一样 不在其位不模其正 这个我不清楚我就不讲 为什么我清楚跟你讲 你只要生强 财为我所用 官为我所用 杀为我所用 如果你身弱 你会被财所困 你会被官所困 你会被杀所害 就插在这里 今天不是说 哇老师啊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欺杀 我是不是会怎样 不会怎样啊 老师啊你看我有三个财 好高兴喔 我是不是赚很多钱 老师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 我要先看看 你生强还生弱 如果你生强有三个财 不得了 你可以赚进天下之财 那如果你身弱呢 我跟你讲你这辈子注定 你为财所困 会让很多女生 在深夜 暗暗的流泪 然后还抱着希望 为什么 你又漂亮 第二个你看 你看一个财两个财三个财 第四个 第三个 两个结财 这个男生 很耐面子 社交很老 花钱不吝啬 为什么要想我有财 但是他里面没有一直没有看到食伤 老师在推应该是富二代 因为他里面 没有什么印 只要有两个印 没有什么食伤你知道吗 他的钱怎么辣 你要走到食伤你才有钱 不然的话 主上有机会 所以我们一般在看这个财 最好是 最好是你有食伤你有财 那这位食伤涂秀 一定会招来财命 就很难 那不要硬去打食伤 不要有命 这个人算起来不错 这种命牌 所以老师要跟你讲 如果你碰到这种男生的命格 交朋友可以 浅交可以 不要深交 千万不要深交 浅交就好 当做 普通朋友非常难 顶多好朋友 如果你当男女朋友会很累 你当普通的男女朋友 你外面必定会碰到 强烈的 强烈的 而且很强悍的竞争对手 而且这里又一个偏差 他的女朋友没有那个叫做地下禽 他绝对是地上禽 他不是地下禽 他没有地下 他全部是地上禽 因为怎样 我有钱多金又帅 我没办法 所以今天讲我的男人 还是 我们的男人 在我们法制上讲到和 我当然因为手上最近的例子都是男生和别人 也有可能 你的太太被人家和掉 都有可能 因为现在没有这个案例 如果有这个案例我倒愿意跟 各位分享 好我们就要讲到这个 隐心和所 和是一种共享的概念 什么都可以共享 经济可以共享 know how可以共享 但是感情这个是一个专有权 不是公共财 感情不是公共财 马路上的汽车火车 捷运 图书馆 公共设施 你可以花一点点 或是不要花钱 你就可以享用 那个叫做公共财 估计之间不是 他是属于私有财 专有财 一定有特殊的身份资格 还是特殊的付出 你才能够享用 类似mothership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概念 今天讲到这里 喜欢老师的频道 聘业一下 拜拜